中華職棒年度頒獎典禮 日前正式告一段落 作為台灣棒彈的年度盛會 不只球員精心打扮 主辦單位針對典禮流程 也是用心編排 不管是新人王前的快問快答 或是MVP的座右銘喊話 都相當具有小巧思 至於最佳進步獎之前的解籤橋段 我們的包哥張立群一直說 那籤詩是他三天三夜沒睡 寫出來的 到底真的假的啊 跟大家報告一下 三天三夜沒有睡的是真有其人 但不是我啦 那是聯盟的工作人員寫的 我覺得其實寫得蠻棒的 都把他們的那個名字 潛入到那個裡面 我會覺得就是說 在那個部分我個人的呈現 也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或許當然剛剛講了嘛 球員不是演員我也不是啦 我昨天那一段結束之後 我就發現 我還是好好當體育主播就好了 既然立群主播都這麼說了 那我們就來問一些 體育媒體人必須具備的能力吧 像是主持典禮 如果遇到比較審話的得獎人 那該怎麼辦呢 就像小黑吳俊瑋那樣子 他真的可能是比較緊張了一點 然後第一次上頒獎台 所以他其實 他可能投台灣大賽都沒有那麼緊張 但是你真的叫他西裝鼻挺 上台去講話 他可能就比較緊張一點 那這個時候我們通常就會 比如說我們會用台下的掌聲 去鼓勵他 然後讓他起發可以讓他更多講一些 神話勉腆的小黑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過真的要說 四爺陳潔縣的坎坎而談 更是讓包哥眼睛一亮 那昨天我就覺得哇 陳潔縣真的是很會講 然後面面俱到 甚至我都還建議中華職棒聯盟 未來這個頒獎頂的主持人 可以考慮跟ESPY一樣 就是用陳潔縣搭一個 就是我們線上的媒體主持人 那有些訪問用潔縣去訪 或四爺就是潔縣去訪 或許會得到一個比較不錯的效果 因為球員對球員可能比較沒有 我們還是會多少有點隔閡啦 那球員跟球員他們自己的互動 然後那個可能會比較有趣 畢竟球員之間每天朝夕相處 在台上互動說不定會有不同火花 像是包哥就偷偷爆料了 周董 周思琦跟羊頭 德寶拉 就在座位上偷偷互虧 我記得我在台下跟德寶拉講這個問題 就是套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周董就旁邊 因為他跟他坐在一起嘛 然後周董就開玩笑的 有虧這個德寶拉說 其實這套西裝 他要回多名一家 許老婆穿的啦 然後我就 喔 還沒有結婚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結婚這樣子 那周董就開玩笑說 沒有啊 這是他第三次結婚這樣子 沒有 這是他開玩笑 但是就從這個小動作 你就會看到其實 中立兄弟這些外籍球員跟本土球員 其實他們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因為熟嘛 大家熟悉嘛 然後才可以這樣子互虧嘛 不然早就翻臉了這樣子 真的 說別人結婚第三次這種玩笑不夠熟 我還真的開不下去 而經過一整季的打拼 有人獲得了獎項肯定 也有許多球員成為遺珠之憾 無論結果如何 中華職棒31年 都確定要在這裡劃下句點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同期待 新球季的到來吧 問題與新聞 採訪報導